第31集 省下眼 那條在三嬸嘴邊的白線 竟然變成了黑色 阿嬤看了黑線 從袋裡掏出一盒火柴 點著一支 就去點在嘴邊的細線 只見 火光一閃 竟然就順著那條已經變黑的細線 進到三嬸嘴裡 嚇到阿嬤雙手掩著嘴裡不敢出聲 這個時候 躺在床上的三嬸竟然有反應 只見她皺眉好像很痛苦 然後一聲 把肚子裡那些黑媽媽的東西 吐在阿嬤放在她嘴邊的碗裡 之後 她慢慢回過神力 睜大眼 見到三嬸醒了 阿嬤問 三嬸你怎麼樣 好點了嗎 三嬸咳了兩聲就說 好多了 謝謝你們 謝謝阿婆 謝謝玲玲 阿嬤 阿嬤摁了頭就說 三嬸 你早上吃了什麼 你中毒 嘩 都沒有吃什麼 就是吃了個饅頭而已 哎呀 饅頭上面呢 還有幾個牙刃的 我就以為 是狗蛋她還沒吃完 阿嬤就說 那些牙刃 不是狗蛋咬的 應該是一種 有毒素的動物咬過 以後你小心點了 好了 你好好點休息 我和阿嬤就回去先了 說完了 老太婆就站起來 和阿嬤一起離開了三嬸家 當他們回到家門口的時候 阿嬤拿出鎖匙出來 準備開門 但是看到 有個年輕人坐在自己家門口 那個人身高一米八幾 穿著一身灰色的中山裝 他儀表堂堂非常英俊 在村裡很少見到 像他那樣穿衣的人 所以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有文化見過世面 那個人呢 就是阿嬤的表哥阿文 他手裡大包小包 拿了很多禮品 他是過來看阿婆和表妹 剛好家裡沒有人 就唯有坐在那兒等 阿嬤見到表哥坐在門口 就趕快走過去 扯著阿文的衣服就問 表哥 表哥你怎麼來了 阿嬤本來想問 表哥是不是去了省城 但是想想想 他又覺得不好意思 收起笑容 低下頭 阿文反而笑著說 做什麼 我不能來嗎 我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好啦 你們兩個就站在那兒 快點開門 我們進屋再說 阿嬤快點打開門 請表哥入屋坐下 而自己呢 又快點去倒茶給表哥喝 不久 阿嬤就拿著兩杯茶 遞給表哥和阿嬤 只見 阿文打開茶蓋 輕輕揹了一口 就跟阿嬤說 早幾天 我去省城 見到這幾塊布料不錯 就買了它回來 等你和阿婆可以做衣服 啊 對了 我這裡還有些胭脂水粉 順便買給你 講完 她就指了一下桌上哪幾個盒 老太婆說 阿文啊 你下次入省城就不要再買東西了 要花錢 你有空過來看看這個老太婆和阿嬤 來吃頓便飯就可以了 是啊是啊 你可以過來看我和媽媽 就已經很開心的了 阿文很害羞地摸了一下喉老枕就說 啊 婆婆啊 阿嬤啊 其實我這次來 是和你們辭行的 啊 你要走你要去哪裡啊 我要去省城啊 過幾天我就走了 這次一走 可能就不可以經常來看你們了 阿嬤啊 你要照顧好婆婆啊 知道嗎 阿嬤整個人吵了 她心想 去省城不可以回來看我們 她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難道表哥 真是看中了省城的姑娘 還要去省城那裡住啊 突然間 她覺得我心拿著拿著很痛 整隻眼就開始紅了 眼淚水在眼框那裡打轉 她想問但又不敢問 自己 只不過是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妹 又怎麼可以 和省城那裡那些有文化 有背景 又漂亮的女孩相比呢 表哥明顯不會喜歡自己 那又不用問出來 搞得大家都尷尬呢 阿嬤見到阿嬤有點不妥 她就問 阿嬤你做什麼事啊 阿嬤說 沒有啊 沒什麼 她一邊說就一邊走回自己房 老太婆望了一下 阿嬤嘆了口氣就說 唉 洪湖 就始終是要展翅高飛的 你大哥仔了 這條村留不住你的了 以後你在外邊呢 就好自為之啊 阿嬤說 知道了婆婆 天已經黑了 阿嬤也走了 只剩下另一個人 自己躺在房間裡 她腦裡不停回憶自己和阿嬤的點點滴滴 那些歡笑 那些淚水是多麼珍貴 但是現在呢 表哥已經不再屬於她了 她甚至乎開始有點憎自己 憎自己是多麼卑微 沒有能力留住自己心愛的人 她憎自己 為什麼要出生在偏遠的山村 而不是省城的大戶人家呢 她哭到整個枕頭都濕了 而嘴唇也咬穿了 那些鮮血順著她的下巴向下頂 突然間 她好像聽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她心想 誰在這裡叫我 是不是阿嬤 聽一聲好像不像 她一邊想一邊擔高頭看 只見 有一個 穿著一身黑色苗族服飾 用黑衫蒙著臉的女人 站在她的床頭 阿嬤有點害怕 她縮了一塊蚊 你…你是誰 為何會在我家裡 那個女人 語氣低沉地說 我是誰不重要 我現在問你 你…是否還愛著你的表哥阿文 關…關你什麼事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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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的表情已經答了我 既然你愛她 又為何要將她拱手送給其他人呢 難道是因為 你覺得自己的家弟已經不夠別人好 哼…真是悲哀 我現在有個方法 可以讓你留住你的表哥 而且令他對你死心塌地 這個方法 要不要用就看你了 說完了 那個女人就把一本書 放在阿嬤的床頭 走 阿嬤看了那本書 咦…就是媽媽的古經 她抬頭想問那個神秘女人的時候 但發現那個女人已經不見了人了 阿嬤突然睜大眼 她坐起來 原來是發夢 她摸了一下自己的嘴角 上面還有一絲血跡 她轉了頭 突然間 發現枕頭旁邊 真的放了一本古書 就是那本古經 阿嬤整個人都吵了 她已經分不清 什麼是夢境 什麼是現實 她僵硬地伸出一隻手 拿起那本古書 她發現書裡面有一隻角摺起來了 好像有人故意做的記號 她一掀就掀到那一頁 順番平折起那一角 那一頁寫著大大兩隻字 情古 她過路 一聲似乎有什麼閃過 然後就繼續看下去 只見那兩隻大字下面寫到 情古實為密記 利害非常 段不傳述是人 唯有古經記載 外相點滴流露 天地人恩足備 方可迷運成事 亦如醫者醫人 未可盡順其能 詩情古者 必先得其古蟲 此蟲 只在七月卵化 失為難尋 得蟲者 必先以純為名 眾之於純中 待到七夕之日 只需興吻心愛之人 古蟲便會分泌古毒 如此必成 詩首忠老 永不變心 阿玲就明白不明白 只是知道 這種是類似迷魂的古蟲 詩古的人 就要找到所謂的古蟲 然後將蟲種入自己的嘴唇 只要七夕 愛到自己心愛的人 那個人就會對自己死心塌地 他覺得很驚訝 之前聽說古術是很詭異的 想不到這麼神奇 他低頭就繼續看 紫見後面寫著 眾古者 會迷戀斯古之人 但不損其心 而斯古之人 則應多加小心 此生此世 必與眾古之人中老 不得又疑心 否則 必遭古蟲返世 由純潰爛至全身 萬半痛苦而死 只見 書的最後一行字 故意說明 這隻古是非常霸道的 斯古者一定要三思而後行 若然不是就害人害己 真是造業了 阿玲他看到後面 也是心驚膽戰 古術果然是詭異恐怖 沒有 平時聽說斯古可以害人 想不到 情古居然是令斯古者自己承受痛苦 這個 說不定就是叫做愛情的代價 他突然咒了下明 這件事 難道就是夢中那個神秘的女人講到的 留著表哥的方法 他放下古書 陷入沉思 自己是不是要試一試呢 這樣做 會不會很自私呢 但是他想起 夢中那個女人講過的事 愛情本來就是自私的 為什麼要把自己心愛的人 讓給其他人呢 那阿玲又會怎麼做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講 第三十二集 阿玲他看到後面 也心驚膽戰 古術果然是詭異恐怖 平時聽說斯古可以害人 想不到 情古居然是令斯古者自己承受痛苦 這個 說不定就是叫做愛情的代價 他突然咒了下明 這件事 難道就是夢中那個神秘的女人講到的 留著表哥的方法 他放下古書陷入沉思 自己是不是要試一試呢 這樣做會不會很自私呢 但是他想起 夢中那個女人講過的事 愛情本來就是自私的 為什麼要把自己心愛的人 讓給其他人呢 想到這裡 阿玲已經心動了 他插著拳頭 沒錯 我要將我心愛的人 搶回來 我要一生一世 和他在一起 這種古道會傷到我自己 不會傷到表哥的 再說 我也不可能變心的 我要試一下才行 他的拳頭越插越緊 已經下定決心 只不過 他對古術就一無所知 這件事呢 還要阿嬤幫忙才行 也不知道阿嬤會不會答應 想到這裡 他也是很擔心 喵一聲 門突然間打開了 只見阿嬤拿著一碗熱辣辣的面 走進來 阿嬤當堂就慌了 他手忙腳亂地把本古經塞到枕頭底 阿嬤拿著一碗面走到床邊 拎了下頭就說 不用收起來了 我都看不見了 說完了 他就把面放在桌上邊 從枕頭底那裡 拿著一本古經出來 揀到情古那一頁 然後看了一下 低下頭的阿嬤 他說 唉 你要想清楚才行 這個方法當然就有用了 但是 就害己害人 不過 如果你真是想這樣做的話 媽媽會幫你的 你真是會幫我 唉 誰叫你是我孫女嗎 我都不想 見到你以後茶飯不思的樣子 你要記住 一旦用了這個方法 就不可以後悔了 不會的 我不會後悔的 我會一生一世跟表哥在一起的 我知道 我這樣做是有些自私 但是我不離得那麼多了 我要跟表哥在一起 我會比那個女人更加愛她的 媽媽拍了下阿嬤的手就說了 這件事怪不得你的 女人 就是想和自己愛的人 安安穩穩過一輩 這種情故蟲 媽媽都有的 就快七夕吧 媽媽都會幫你的 不過你要想清楚了 這個古字 上面是一個蟲 下面是一個蟻 故名思義 就是把蟲放入氣蟻那裡 就叫做蟲 不過這個蟻呢 不是普通的氣蟻 而是要用你的身體作為氣蟻 用血來餵它 但是 中古的過程很痛苦的 只要可以和表哥在一起 我怎麼都可以的 阿嬤的眼神很堅毅 媽媽站起來 拎了下頭就說了 好了好了 你先休息了 既然你已經決定了 那我明天 就幫你中古了 現在你七夕只有幾天 阿嬤都不會這麼快就走的 說完了 老太婆就拿起那本古經 走回去自己的房間 他默默地從床底 拿出那個古箱 把那本古經放回去 然後略有所思地 從箱裡拿出一個紅色的瓷瓶出來 他打開瓶蓋 只見裡面有一條很小 甚至不認真看到也不會發現的蟲 這條蟲呢 跟瓶一樣的是紅色的 非常之妖艷 老太婆嘆了好戲 然後塞上一個瓶蓋 將它放回到箱裡 略有所思地看著窗外 七月份的中午 天氣很熱 有些小朋友穿著開朗褲追逐打鬧 幾隻老公雞出行力地叫 而被烈日曬著土地都已經乾煉了 家家戶戶都打開門 希望有些風可以吹進來 不過阿靈家戶呢 門就關到陷一陷 只見阿靈躺在自己的房間裡 她閉上眼睛 眼睫毛微微地打震 阿嬤就坐在床邊 身邊還擺著一張小桌 那個裝有古蟲的紅色瓶就放在桌上 而瓶的隔壁 還放了一些類似手術刀的東西 沒錯 老太婆今天 就要幫阿靈中情古 阿靈雖然不是第一次接觸古術 但是這次是在自己身上 難免會有點害怕 她躺在床上躲起來 兩隻手握著拳頭握得緊緊緊 明顯很緊張 但是為了自己將來的幸福 為了自己心愛的人 她願意這樣做 阿媽說 阿靈 你準備好了嗎 我要開始了 你咬著這支竹先 嗯 開始了 說完了 阿靈就把那支竹含在口裡 這支竹會讓它上下嘴唇分離開 然後 老太婆就拿了一瓶東西出來 逃在阿靈的下嘴唇裡 沒多久 阿靈就覺得自己下嘴唇麻木了 原來是一種麻藥來的 老太婆放下手裡的麻藥 拿起隔壁的小刀 準備在阿靈的下嘴唇裡種古蟲 只見把刀輕輕一點 阿靈的嘴唇就穿了 那些腺血流了下來 落在事先墊好的白布上面 雖然有麻藥 但是這種麻藥是草藥製成的 所以效果就一般 阿靈還是覺得有一點點刺痛 從嘴唇那裡傳過來 她死死咬著那棵竹 眼淚從她那對很漂亮的眼睛流了出來 但是她眼神當中沒有傷心 沒有痛苦 只有對未來的憧憬 老太婆拿起那個紅色的瓷瓶 用鑷子很小心地夾出那條古蟲 那條蟲被鑷子夾著不斷扭自己的身體 老太婆想都不想 將它放在阿靈嘴唇的傷口的位置 那條古蟲見到有血 她就開心了 身體扭得越來越緊 竟然順著傷口慢慢捐入阿靈的血肉之中 現在阿靈已經不覺得痛了 取而代之的 是癢啊 好癢啊 這種感覺 甚至被用刀刮穿嘴唇還要難頂 她不禁咒起唐明 彭牙咬著竹就咬得更加緊 媽媽拍了阿靈說 很討厭 很快就沒有樹 阿靈也摸了頭 只見那條古蟲捐進去之後 就沒有再出來 阿靈的嘴唇微微在震動 媽媽立刻擦乾她嘴邊的血跡 拿了一瓶雲南白就塗在她傷口裡 汗水打濕了阿靈的手法 她拿著的拳頭也慢慢鬆開 她終於鬆了一口氣 現在她已經不覺得癢了 而更奇怪的是她連傷口的疼痛都感覺不到 難道是因為麻木而沒有了知覺 媽媽放下手裡的東西 她把手伸入事先準備好的一盆水裡 一邊洗手一邊就說 你現在感覺好一點嘛 這種蟲呢 剛剛種的時候就會好狠 只要過了這一關就沒事了 這種蟲在體內會分泌出一樣東西 短時間之內 可以抑制你的疼痛感覺 加快傷口的恢復 你休息一下先 說完了 媽媽就拿著東西離開了阿靈的房間 太陽已經下山了 那些吱吱嘲嘲的麻將也回炒了 這個時候 距離阿靈中古已經過去三天了 她的嘴唇已經完全恢復了 看不出任何的異樣 而她自己也沒有什麼奇怪的感覺 這段時間 阿文過了幾次 她本來想著昨天就走 但是聽說阿靈病了 所以決定推遲幾天再走 而阿靈就約好表哥 就在明天也就是七夕當日 她就可以實施她的計劃 她可以永遠和表哥在一起 其實她也沒有什麼計劃 她只是約了表哥埋滿的時候 一起去河邊散捕 只要表哥疼了她 或者她疼了表哥 那你一切就可以實現了 阿靈心想 但是如果她不疼我怎麼辦 難道要我主動疼她嗎 想到這裏 阿靈臉仔當堂紅了 她低頭 嘴角呢 她掛著一絲微笑 就好像已經看到以後幸福的生活 心裡那種情緒 心裡那種情緒 說不出是興奮緊張 還是其他形容 她躺在床上 心不在言地握著手裡的線 點來點去完全分不著 在屋外經過的媽媽 看到阿靈這樣 她拎了下頭苦笑說 傻妹呀 然後她轉身回到自己房 坐在床上 若有所思地說 阿靈的爹 阿媽 你們要保佑 這個這麼命苦的小孩呀 她小小的時候 你們兩個就走了 我真是不想再見到 她愛的人都離開她呀 很快就去到七夕了 這日中午 阿靈理得烈日幾曬 她帶著滿面的汗水 和滿心的期待 神早就來到河邊了 她抹了一下面上邊的汗水 找了一棵柳樹 就坐在樹蔭底下 等了幾個小時 太陽已經去到西邊 但是還沒見到表哥來 阿靈心裡有點急 但是她還安慰自己 她相信表哥會力 又等了一個小時 太陽已經慢慢下山 但是表哥依然都沒有出現 阿靈很急地站起來 她在河邊那裡走來走去 這個時候 她聽到身後 有一陣急速的腳步聲 她很開心呀 轉頭一看 那到底阿靈 是否看到她表哥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第三十三集 很快就去到七夕了 這天中午 阿靈理得烈日幾曬 她帶著滿面的汗水 和滿心的期待 神早就來到河邊了 她抹了下面上面的汗水 找了一棵柳樹 就坐在樹蔭底下 等了幾個小時 太陽已經去到西邊 但是還沒見到表哥來 阿靈心裡有點急 但是她還安慰自己 她相信表哥會力 又等了一個小時 太陽已經慢慢下山 但是表哥依然都沒有出現 阿靈很急著站起來 她在河邊那裡走來走去 這個時候 她聽到身後 有一陣急速的腳步聲 她很開心呀 轉頭一看 誰不知 原來是那個狗蛋 她又穿著開朗褲四周圍地跑 見到狗蛋 阿靈有點洩氣了 狗蛋跑到阿靈面前 遞了個信封給她 姐姐 阿文哥哥說有急事來不到 她直接走了 她叫我把這件事交給你 聽到狗蛋的說話 阿靈好像整個人沒有了靈魂 那些眼淚已經不停流下來 她接了一封信 然後跟狗蛋說 謝謝你 你回去玩吧 狗蛋只是覺得 阿靈姐姐今天好像有點奇怪 但是也沒有在意 一聲就走了 阿靈拿了一封信出來 指見上邊 用一行行好整齊的街體寫著說 阿靈 我走了 你不用等我 我的意思是 你以後也不用等了 你忘記我吧 你是個好女孩 你純真 善良 但我一直以來 都只是當你是我最親的表妹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和省城商會會長的女兒 去上海了 你一切都是爸爸的安排 可能這句話說出來有點虛偽 可能在你眼中 我已經是一個 貪圖榮華富貴的小人 是啊 所以我不會擁有你 你忘記我吧 希望你可以找一個更好的男人 一個真是愛你 疼你的男人 我會為你高興的 表哥 阿文 封信看完了 手裡的信紙 已經被眼淚弄得濕透 連墨跡都開始消散 阿靈對手不停在抖 連這麼薄的信紙他都拿不住了 微風吹過 那封信就隨風飄入河水當中 慢慢浸到透明 這個時候 阿靈的心都碎了 他為了阿文 在自己身上種了古蟲 但是 換來的 竟然是一封告別信 他掩著胸口 頭都開始暈了 不知是因為情古發作 還是打擊太大而導致 阿靈他暈倒了 他鼎鼎一聲 嬌小的身體和那封信紙一齊 跌入河水之中 慢慢沉下去 他沒有一絲的掙扎 可能是已經武力掙扎 也可能是他已經不想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 而就在阿靈跌入河那一刻 一個穿著軍裝 手提行李箱 靈各分明面目英俊的男人走到河邊 他見到竟然有人跌入河 馬上把手裡的箱丟在地上 然後就跑過來阿靈這邊 一邊跑就一邊脫自己的軍裝 脫了一雙鞋子 只見他來到河邊 想都不想就跳進河裡 他三爬兩撥就游到阿靈身邊 雙手牽著他的背部 將他舉出水面 然後自己都浮上來 牽著阿靈的腳底 就向岸邊游過去 這個人 將阿靈打平放在地上 拍一拍他的臉說 姑娘 姑娘你醒一下 見到阿靈沒有任何知覺 他皺了一下眉 然後想了想自言自語說 救人要緊 逼不得已 姑娘得罪了 說完 他就用對手用力壓阿靈的肚子 讓阿靈把身體裡的水全部吐出來 但是阿靈還是沒有醒 那男人猶豫了一下 他將阿靈的下巴輕輕抬高 他的嘴就輕輕地碰著阿靈的嘴唇 幫他過氣 這個年代 很少有人懂得用這種急救方法 但是他是流揚回來的 又參加過辛亥革命 受過一些急救方面的教育 就在他的嘴裡碰到阿靈的嘴唇 那一剎那 他的腦突然變成一片空白 好像世界上 只剩下他和阿靈兩個人 他牛仔地看著阿靈的樣子 看著他被河水打濕 搶腸的折磨 以及帶著方向的獸法 他這麼大個兒子 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姑娘 疼著他的嘴唇 令他無法自拔 看著他 這麼美麗可愛的臉 他甚至連眼都不捨得斬一下 當然 這種感覺只是一剎那的事 他拎了下頭 讓自己清醒過來 現在救人才是最重要的 他閉上眼 盡量不讓自己亂想事 然後 又繼續幫阿靈吹氣